然後我們快速複習,我們上次幹什麼? 我們上次主要是找一個fix point 在D大於4的時候 我們找一個Gaussian fixed point 那D小於4有一個Gaussian fixed point 這是某一個trivial fixed point 對吧? 這個fix point 那我們先把exchange寫下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基本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說 fix的mode記掉給你一個constant 剩下slow mode放進去的話 基本上我們只要做一個rescaling k1,k2,k3,k4 k1,k2,k2,k2,k3,k4 然後我們就說剩下就是這項對吧 然後我們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先把這個積分寫下來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積分寫下來 因為我們說face mode我們記得要給你一個constant 我們只是把剩下的把它寫下來 然後我們就剩下的都是slow mode 那slow mode的話 我們就寫一個slow mode 然後我們做什麼? 然後我們rescale 我們希望這個東西是bix point 就是說它剛剛長的跟你講的形式是一樣的 這樣我們就rescale 然後我們就定義可以downs 然後我們搬這個機 讓我們可以寫一個根據來的 就是一樣 然後這邊有個k 這邊有個d 所以這邊有一個s 就是一個1加2 這樣可以讓k s 然後我們說它跟原來長的一樣的話 我們要重新去rescale feel 我們上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在這個caution fix point 讓我們這個caution fix point 是在這裡 二一號是R0 feel 那個0 那個0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展開 最起碼就是invariant rescale feel 的話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重新定義我的新的feel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寫回原來的形式 對 這是最簡單的caution fix point 沒有問題 我們重新定義rescale feel 然後我們發現我們rescale feel 的話我們在這個feel 然後我們再進去一點這邊 我們再放一圈 這個就是我們caution fix point 然後我們現在看這個東西 會怎麼樣變化對吧 然後我們首先就是也一樣 這個東西 feel mode其實要放鬆 反正就要放鬆 不關它了 而且它要slow mode slow mode的話 就是積分上限再換一換 所以我們得到linear term 基本上第一個掉給你s的腹底翅膀 對吧 然後後面這邊有兩個這個東西 要跑出來的話 是s的b加2 然後參與r0 這個h0對吧 就是rescale rescale k 然後rescale feel 我們知道前面這個是什麼 resector 然後我們知道這個東西在說 s的比方h1 在新的會做完這個scaling之後 它會變它沒有 invariance 然後我們知道這個可以是大於一個數 對吧 然後這個tobling constant 假設起因子是有一點點的話 它會有一點點的話 它會有一點點 所以它是r0 我們上次做了這件事情 好 我們這個r0可以 我們可以加上r2k的平方 加上r4k的平方 然後去做r4k的平方 然後去主要做這樣的解析 或者四次吧 主要去做解析 看這個cowin號成什麼r0 是同樣的道理 然後 這樣子我們留下來就是說 我們要做的是interaction interaction path就是 嗯 就是interaction path 就是在這裡對吧 所以interaction path 我們只要這個東西要把它拆成四項 對吧 sl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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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對應到的首先,我們前面還是3Q1,所以是12,我們可以把它畫成這樣 類似像Vodex 然後我們知道rescale這邊的話就是這邊會給你一個這個的四次方向 這邊會給你一個三次方向,因為這邊有一個叫做方向也是一樣 然後你可以把rescale的結果應該是S的4D 然後這個是2D加4D 所以它的rescaling 所以四次方向,interaction term的確會造成這樣的rescaling 所以把它加在一起是4-D 然後今天我們的作品就是這個4-D,我們要叫Epsilon Epsilon Expansion 那就是最簡單的一個interaction term的rescaling 那這邊有趣的問題是說,我們這個四次方向在做這個RG 會induce二次方向 就是這個RG 就是我們還有一個箱子 就是我們還有一個箱子 就是我們要先記掉 然後是有rescaling 這個剛剛就給你 然後還有一箱子 比如說我們要把rescaling 寄掉,然後留下兩箱時候 這個東西寄掉了 那對應到的圖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想要知道這個東西 推進到這個圖 然後我們想要知道這個東西 推進到這個圖 然後我們想要 重點就是先要把這一項算出來 我們上次留下的這項還可以算出來 然後這一項算出來 然後再加上你rescale這些feel 跟momentum 會對應到新的那個值 新的那個值就是這個二次方向怎麼跑的值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二次方向再做一次RG 除了rescale這些feel跟momentum 還有一個四次方向induce的一個 新的一個covering constant 然後今天我們就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個因素都寫下來 RG就是好玩 就是說 這是某一種iteration 你可以找不同種RG的 RG skin 就是說你可以找不同一種skin 我們這個都是叫做momentum shell的skin 就是說 理論上 你還是可以imvent新的方法 把高能量寄掉 然後 這種常論的有辦法用realspace 可以 你可以把它寫在金格上 你可以把它寫在金格上 那個Sonicly 15年要做過一件事情 就是寫在金格上 你寫在金格上 你可以做全面寫的 所以RG RG基本上 就是你可以用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然後你只要定義這個遊戲規則 然後你這個遊戲規則 然後你這個遊戲規則是要一種 coefficient不一樣 那是exponent 那就要做一件事情 對 所以 基本上大家可以 大家常常會發不同的文章 對同一個VLC 用不同的RG skin 然後基本上都是self-consistent OK 那我們就繼續 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繼續 然後我們基本上今天就是要做這個interview 就是要做這個interview 就是要做這個interview 是的 就是要把sb網路上去 然後u0 所以我們再做這件事情 好 好 我是把這一項 把這個東西rescale rescale給這個 然後剩下是 這個face mode的基本 我們上次基本留下 就是把face mode寄掉 我們把文章可以上 對吧 這就是對應到 這個face mode propaganda 就是respective的這個東西 所以這就是差一點點 OK 所以這邊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只是在做這個題目 然後我們都是用非常非常便宜的方法 在這個題目 我們沒有要做的很細 我們只是想要跟你們圖像 比如說你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做的更細 然後我們就用非常非常非常簡單的方法做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把這個s用很小的去展開就好了 我們還記得 我們如果把s是一個大於1的數 那它很接近1 我們先把它寫成1的l次方 然後再把它展開成1加上dl 然後這邊是l 是剛剛把它展開成1加上dl ok 就是我s這樣展開 那我這個上下線這邊就可以發去 去帶成1加上dl ok 我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做這件事情的好處是說這個基本的話 我把這個d次方的chol 把它變成chol積分 假設它是spiritual 那個symmetric的話 然後這個積分的話就會給你一個sdk3d-d次方 sd是那個球的表面的積分 然後這邊是2排的d次方 然後d3d次方 這個積分 然後這邊是k3d次方加上r0 然後上下線是x在這裡 然後假設這個上下線x很小 那我就直接帶進去 然後把這個lamb打成bl 然後把它撐起來就好 但是算體積的方法一樣 所以我們都是很chip的方法得到這個基本 但是你會發現做rg 其實用那麼chip的方法 得到基本也是ok的 因為我們只要得到這個critic of exponents 不需要知道它的很細的coefficient 我們要知道它是怎麼樣divergence 所以絕對的coefficient 對我們來說不是很重要的 所以好處在這裡 那這個東西的話我們直接把它帶進去 這帶lamb打 所以是lamb打的d減依次方 對吧 然後這邊在lamb打的指方叫上r0 然後這邊是lamb打dl 所以是lamb打dl 所以基本它就是lamb打這樣 然後我們把它定義 我們再非常簡單把它定義 就是a數以1加上r0 然後a是什麼東西呢 a基本上是把這些東西叫做a 然後我在方便期間 然後這個上下線的上線 intergr上線定義二 那這個e是沒有太大意義 就是說我這個 我從頭到尾都可以rescale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意 我定義1的話 我就可以發現這個方法 好 那這就是我定義的 好 那我現在定義這個基本 那我們知道這個東西 新寫完的出來的話 就是說做完一次iteration的rg 對吧 做完一次rg iteration 這個h0我們剛剛寫過 我們得到這個 經過一次rg iteration的話 h0不讓快等於h0s的頂方的吧 然後k平方不變吧 因為它是我們的bit point 那r0是什麼變呢 我們知道它第一項是這個嘛 這個rescaling是給你這個東西 對吧 oh sorry 那是四次方向 我先把四次方向學起來 所以四次方向我們知道 它直接給你 給你s u0的 s的4頂1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們再r0 換r0那麼好 那r0的話 有首先我rescale這個 rescale 我們要rescale的 這裡的rescale rescale應該是給我 r應該是給我s的頂方 rescale 對 所以r0的話會變成s的頂方 r0 然後我們知道 另外像是我們剛剛算的這個 interaction 把這個東西 放進來這邊了吧 再把那一項加進去就對了 那這頂加進去就是等於s的平方 u0 對吧 s的平方 u0 然後再乘一個兩個東西 a 0加上r0 v v 好 一次rg 以下 我們到這個結論 那我們 讓我們這邊 這個值 這個值是我們把s做這樣的展開 所以理論上我這邊s都要用這個做展開才是一致性的 s這邊展開的話就是 這邊那邊扯的是 e加上2倍的dl 對吧 然後這個也是 寫成e加上2倍的dl 然後我們把l的0次項一次項二次項把它寫開 然後我們就可以找到carbone constant進行 隨著l變化了 我們會得到這個結論 不會等於 就直接把它展開的話 應該會把r0加上 然後r0是第一項 然後第二階是dl階 dl階的話 這邊給你這一項 這邊給你一個是2號 然後這一項是 u0 所以加上r0 然後過來就是l的20方向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就給我beta function 因為beta function就是我可以把它想像成這個r 隨著不同Lens下怎麼變化 如果你還記得我們之前做ic model 我們是說ic model的話 beta function 定義是modecouplein constant 對於 log of length 去做 做那個variation 那這邊我們既然把它寫成exponential 的話 在這個language 這個l就等於 我在裡面 我這邊把s寫成logl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rebase成l 大家如果不喜歡log的話就沒辦法寫 好 那這個的話 我們從這邊看得到嗎 這個公式 然後我們只把第一階寫下來的話 也就是這個東西 對 對 對 l的回分就是這一項 對 所以這邊r0加上 u0 對 加上r0 然後我記得我現在還在Gaussian fixpoint展開 所以這邊r0是很趨勁於0的 所以我應該要翻上去 然後這個再乘 但是下一季的order是u0乘以r0 我不想要這個order 所以方便提醒我 就是把這個丟掉就行了 就是 我現在在Gaussian fixpoint展開了 所以怕影響 這是firstorder被它上選 好 那 剛剛世界項我們也寫下來 比如說世界項是 U0 對吧 世界項在這裡 那是世界的第一次 那我們同樣就是把這個 把這個再寫成 1加上 4-d 的 l 對吧 然後我們就配它 貝拉方圈以下 這個等於 比 u0 出於 l 然後這個就等於 4-d 的 u0 所以基本上這是我的貝拉方圈 那貝拉方圈 你發現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 Cup Point的 Cup Point的 Depertial Equation 對吧 這個 所以 你變成做RG這個 尺度跑的話 你會發現它 其實 depends on U0這個Term 那個Cup Point equation OK 然後 我也 Cup Point 其實我們要用 Vertalue Cup Point Bert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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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p Point Bertalue Bertalue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flow equation是怎麼樣的 基本上是變成很單純,就是把這邊帶上這個就好了 然後這個東西帶上這個 因為這個的x point都是0 所以就直接跟這個equation是一樣的,再搞成x point 然後我們就得到一個equation 然後把它寫成metrics point,就是像這樣 然後這邊是2倍的加0 然後這邊是A的 然後這邊是0 這邊是4-B 然後這邊是6-R 沒錯吧,就是這樣寫 然後我們可以對角化它 但是大家知道這個不是harmission matrix 所以拿harmission都跑出來 但是拿harmission不用太想特別的問題 只是單純的是從caddle equation出來 它就是indicate,就是說這個R0是可以被generate by unit這樣 但是反過來並沒有,所以它就拿harmission不太想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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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value problem給你一個real的解 所以 現在要問你的問題是 假設你有這樣couple的equation 要是你得到 那個 nonreal的value代表什麼意思 這可能是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 正常的解法就是說 你可能starting point是錯的 你可能加了像不夠多 所以你只要加正確的像 你應該不會generate complex eigenvalue 這是比較standard的做法 那 我自己在想說 如果 我就是硬要cook up一個很sick的theory 就是可以starting with real 但是我不管怎樣 我就generate成一個complete number 那代表什麼樣的 或許是可以去想的 就是它的coupling可以變成couple 對,有coupling可以 等效於一個 就是在做RD 它會等效於一個 它的coupling可以去couple 對對對 但是這個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因為coupling is constant 但是會flow到一個complex fixed point 對吧 你還是有一個RG flow 但是你原本 我們這邊做的RG flow 是一個在real space 之下的parameter space 我現在全部看了complex parameter space 我現在flow到這個complex fixed point 那這個fix point有conformal symmetry 對吧 那conformal symmetry conformal central charge是real 但是這個情況下 還是real 這是一個問題可以問 來讓有人做研究 這個也是最近的人在做研究 研究是這個東西 這個central charge可以是nonreal的 對,nonreal的central charge代表什麼意思呢 Anyway,他們想要解釋一個很奇怪的theory 叫做walk theory 我還不清楚我的看法 但是回到context method interest的問題 就是說我感覺這個東西跟 跟first order space transition有關係 就是為什麼呢 好,我現在講太多了 這個東西都是我的suspection 所以沒有一件事情是對的 還沒有證明是對的 但是我們現在做的這個fix point 全部都是continuous space transition的exponent 我都可以定義那個prinical exponents 做的東西都是連續不見的 連續變成的 但是這個東西都是因為你所有的pubble and concurs 都是在時速去定義的 要一個東西定義在部署裡面的話 然後我去做fix point measurement 看到的東西都是real的話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的 這很有可能就是描述一個first order space transition的可能性 這個是我還在理解的情況 為什麼 這個是一個好問題 就是說你要怎麼定義那個first order space transition 那你當然說的是說你那些order parameter的discountability 那你要先理解說這個怎麼樣去develop那個order parameter 那個discountability Anyway 我還在理解這件事情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你們的complete答案 對 但是如果大家有什麼理解可以跟我講 我有看 好 OK 好 那IconValue IconValue 那fairly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問題 RG這個很standard 然後達到這個pubble equation 然後 裡面應該還是有一些區的問題 就是說大家通常沒有去做 或者是這個東西是unphysical 你要如何讓unphysical的東西變成physical 是一件 說不定是有什麼有趣的新的idea 那另外一個規則的說法就是說 不好意思說太多規則了 就是說那個 把某一個東西記掉 就好像是那個anomal theory這樣 bondary theory跟volk theory 可以把它想像是你好像把一個complete theory 在這個上面把某一些東西記掉 只是留下bondary theory 這bondary theory是有點問題的 所以才會是quankton anomaly 那你這個東西也的確是把某一些東西記掉 然後讓你的theary變成有點平態平態 就是一個sick theory 那我們從quankton anomaly 學到很多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是必態的 但是它的確是有一些有趣的物理在 它比如說corresponds to the bumping of charge bumping 那這個東西到底能夠對應到 sick theory中間有一些新的implication 就是也是有趣的物理 這個anomaly就是像高能的那種也有辦法對應到 燈效裡面才有辦法這樣做 那你現在有更高的路面把它切一塊片 它也是說ADS、CFP 所以我們去都有一個 你的CV是在上面有講我們哪有零 可是說我們現在的這個世界 本身本質上是有Nomaly 它又有Nomaly的東西 那你是說代表我們的世界 其實是一個更高的地方 對 我就是做操縣理論的 不是現在都說現在是11位世界的 這個世界才是完美性的 所以我們反而就是在一個比較低微的世界裡面 那一個方法也是有Nomaly的 對啊 你要讓整個東西是Anomaly free 你必須要Introduce in高位 所以類似這樣的感覺 就是說我們看到的東西都是 都是我們看到的東西 但是不反而這個世界的完美度 要為了讓這個世界更完美 我們必須想像我們是活在某個更低微度的 projective space上面 還有問題是 像那種不是Hermesion 如果它今天出現 你要把對角化的狀況 那這樣代表什麼 這個地方其實有一個問題是 1-2就沒有狀況對角化了 那它代表什麼 就是不能對角化這件事有什麼 不能對角化這件事有什麼 不能對角化這件事 這個問題有點複雜耶 我覺得有一個方向 有一個方向是那個 是假的 這是另外一個方向 它這個意思是往往往往往 有方向切勾結 不能對角化 不能說Hermesion 就是說另外一個空間 是有點像是Redundance 我不能說是真的Redundance 但是你如果這個D-type二文的話 我還是先把它這個finish 我怕我們覺得討論會太晚 它像物理這樣 所以物理比數學難的原因就在這裡 這是IgonValue對應到這樣的 好 那這個2是對應到這個IgonValue 然後4-P這樣對應到這個IgonValue 非常簡單 你直接把這個角化這樣 然後對應到2 然後這個2是很有趣的 因為2的話我們對應到 如果還記得BetaFunction對K為分的話 對應到這個東西 而這個東西的話 告訴你說這個是2 表示說這個對應到的這個 CriticalExponent 我們上次加IseMath 就是CriticalExponent 的話剛好是1分之1 對它是1分之1 它就是CriticalExponent 對 也就是說你這個東西 把它對K K就是Couple andConstant 所以把2Delta 對R80為分 對到2 就是CriticalExponent 然後 然後 밖 procedures 這邊 通通 複畫 遲 然後我們現在有這個IgleValue,我們下一個要問的問題是說,我們要把這個rgplo畫出來 rgplo畫出來的話,我們希望把這個,要把它寫成rgplo的意思是說我想知道 同一個couple inconstant by deviate, amount deviate,對吧 有一個tube,就是dij,我們要把它重新寫成這樣,對吧 但我們這邊有多一個dl,所以我們要把這個dl再重新把它重回去而已 那基本上怎麼做呢 這個rgequation,這個beta function,基本上我們把它寫成這樣的分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beta function是長這樣,對吧 rgpl,然後除以dl,它對應到的imvector,或者是對應到metric elements 這樣w,基本上是這個,這個東西手裡真的沒有到 這個東西我把它寫成這個樣子,就是把那個r0跟u0寫成general的形式,然後對應到element,然後把那個metric寫成這樣 然後這個是我要知道的rgplo,所以我現在只想要把這個公式把它寫成這樣去把rgplo寫下來,那這個東西基本上要做什麼事情 也就是說我把這個寫成,這個是等於delta ki放進delta ki 所以這個delta ki放上omegaij,delta kj,然後你把它寫成這個東西 我把�ic divta,所以基本上我把這個dl組直接就先把它寫成這個東西 SANMIißt 這個東西就是對應到這些 Anomers 那我上 Delta 是 Identity Matrix 這個東西 對角化的 eigenvalue 是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知道它怎麼樣跑 然後再重新對角化這個矩正 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把 E 跟 DL 把它重新寫成 S 所以我們還記得我們這個 DL 是從 S 的 L 翅膀去展開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再重新寫 也就是說對應到這個 2 的 eigenvalue 對吧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2 加... 這邊是 E 嘛 E 加上 2 就是說這邊是 Omega ij 的 eigenvalue 這邊是 Delta ij 加上 Omega ij DL 的 eigenvalue 然後我們對角化一個就是 Identity 所以直接就寫一個 E 啦 2 DL 對吧 對應到這個就是 T 這是 Omega ij 所以就是 T ij 的 eigenvalue 這樣 然後我們知道這個 DL 的來法是我們發寫的 S 的 L 翅膀 所以我們再把它寫 S 的 2 L 翅膀 所以 S 的 0 翅膀 對啦 對啦 E 加上 4 減 DL 然後你把它寫成 V 等 V 等 S 的 4 減 V OK 那我們知道這個... 它就是... 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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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怎樣跑的 它也知道這個 S 多大於 0 所以這個代表說這個 R0 這個東西 的 Velocity 是越來越... 越流越快 所以之類的 然後這個在 D 多於 4 我們把剛剛的 equation 重新寫下來的 就知道這件事情 對應到的 iconValue 然後在 T 上面的 iconValue上這樣 我們就踩上一個 iconValue 然後對應到的 iconValue 然後我們再把一個東西寫進去 這邊是只有 R20 這邊就只有 R20 這邊是 U20 我們還有一個 H20 就是 Linear 10 Linear 10那個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再把它寫進去 我們之前已經知道 就是 S 的 E 加上B組 所以這又是我們完整的 RG Block 我們可以從這樣去解析它 就像我們說的 就是這個 Relevant Relevant 就是會流出去這個 那個 Gaussian Fixed Point Relevant 然後這個是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是 Relevant 對 第一效率是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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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一下 RG Blow RG Blow 在 D 大於四的情況 然後我們現在 H0 所以這個 Parameter Space 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可以把 Z 走到 H0 U0 這個三個軸的平面 我們可以把流場在這邊畫出來 然後再次給摸個 Fixed Point 然後我們先 Project 到 252 上面比較好看 就是在 H0 這是 Gaussian Fixed Point 或是 Trivial Fixed Point 然後在沒有 U0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個東西 它是 Relevant 稍微流進來 沒有一個 Blow 像這樣 然後其他的話 你可以把它再畫分析 對不對 它這個上架了 可以把這個 有的東西畫出來 然後這個是一個 Gaussian Fixed Point 所以這個就是基本上 在 D 大於四的一個 Bifold Theory 的 RG RG Diagram 對 然後作業你們會做三體不同的 RG 然後我可能在這禮拜 想拉給你們 OK 太早了嗎 下禮拜也可以 因為剩下 Anyway 反正 反正我給你們 你們不一定會吵架 所以不會這場橋 所以 大家就盡力寫 反正這個 這應該是蠻有趣的練習 就是做不同的 RG 問題 我做的這些 RG 是比較經典的 像三構的 Model 的 RG Tondo 的 RG 就是 教科書的 RG 不是太困難的 RG 太困難的 RG 不要做太困難的 RG 不要做太困難的 RG Anyway 那我們現在要找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想要定義這個 LINE 我們要怎麼找這個 LINE 比如說我們知道這個 LINE 這個 LINE 是比較特別的 LINE 因為這個是這樣往下跑 這是往上跑 所以這個 LINE 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LINE 這個 LINE 這個 LINE 所以 把這個 LINE 我們給做一個比較 CRITICAL LINE 還有幾次的流進去 這個 CRITICAL LINE 那我們找這個 CRITICAL LINE的方法 就是 基本上就是對應到這個 這個 eigenvector 這個 eigenvector 就是 B 的 eigenvector 對應到這個 CRITICAL LINE 然後我就把 B 的 eigenvector 寫下來 因為 B 的 eigenvector in the case 它是 Irrelevant 把它寫進去 所以這個 LINE 是從 B 的 eigenvector 去寫 然後我們把它 我們找這個 這個座標 這個座標 是這個東西嗎 就是這個座標 然後我們就把它 把它直接 處理起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 找一個 CRITICAL LINE 就是 A delta U 加上 B 加上 B 加上 這個 CRITICAL LINE 這個 CRITICAL LINE 然後我們可以講 然後再講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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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流線 我們可以怎麼得到呢 其他流線 我們可以透過 調色 START 然後 Vector 是 rexpress by A 跟B Vector Vector 所以 你把它 rexpress 的話 假設它可以選成R0 為什麼我用R0 因為R0 對應到的就是這個 我定義 E0等 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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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所以 假設我其實點在這上面的話 基本上它寫成 這樣子 然後你希望把1和2寫成 eigenvector 因為你知道 eigenvector怎麼隨這個 這個 T 所以基本上就是把一個 起始座標寫成 eigenvector 的 Linear combination 迷路 所以你發現這個東西可以把它寫成 Igonvector R0 1 就是A 2 4 等於這個東西做一個 Linear superposition 之後 把它Kill掉 所以它會等於 所以它會等於 B 加上 A 除以D -2 A 這個東西你可以把它 express成 eigenvector 然後我們知道 P 作用在這個 eigenvector 怎麼跑 所以我們就知道它怎麼跑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知道 它下一個點會跑在哪裡 就是說 Start at this point 那我們就知道 next point is 然後我們把這個東西載進去 P對應到 eigenvector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s 全部都帶進去 另外這個動因的 對 s 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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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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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1 所以你就知道這下的點都不用這樣去Generate 所以就可以把它去Flow化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以前不是用手滑 現在在很complex的路 你就可以點交接到幫你化這個Long 所以你可以Generate很漂亮讓它去Flow的方式 OK,好,那還有幾分鐘,還有15分鐘 我們還可以再講 那在D大於4還有一個東西是 我們要把其他的critical exponents講出來 但是我們沒有教你其他的easy group 這樣的critical exponents 我們現在會不會複習一下 有critical exponents 然後我們要怎麼找出其他的critical exponents 就是我們已經知道這個 從那個collegation length 從這個collegation length 我們可以回到critical exponents 無的二分之一 那我們要知道其他的critical exponents 那我們要知道其他的critical exponents 那我們製作這個東西怎麼改變 就是t1的負μ四方 t1是等於t-tc 是一個 然後我們上次在那個ic model的時候講過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也可以從grins function得到 所以我們這邊也可以選到另外一個critical exponents 然後 我們這邊有 它也會隨著溫度有一個divergence 這個我們又可以到另外一個exponent alpha 然後我們還可以得到mechanetization 然後它也會隨著這個t-tc vanishes 這在ic model的mechanetization 然後我們又可以得到這個p component beta 然後我們當然還有這個gama gama是從magnetic susceptibility 那by definition,這是m 所以外層的那個天位 然後在h-g unit的時候 然後它也會librating 所以這就是在critical phenomenon的 這些critical respondents 你可以直接上最簡單的land dog 如果我們知道steering的時候 我們就學過這個問題 把free energy算出來之後 把這些東西算出來 看它怎麼divergence 在order parameter 就是有個t-tc 就很像fifo-c 這個land dog into the free energy 然後你可以看它怎麼變化 把這些東西對應都算出來 然後算它free close performance 在t-去進入tc怎麼樣 怎麼樣vanish 我們這邊也有同樣的spirit 我們對應到r0的話 就是correlation lens 我們一定可以從這個 這個怎麼樣 怎麼樣變化 知道這個critical exponent是二分之一的 那我們現在有問題是說 從這個fifo-c 把其他的critical exponent把它讀出來 首先讀出來的方法就是 把free energy 電子寫下來 因為就像之前的那個 因子的 不是 之前的那個land dog land dog base transition一樣 這些都是從free energy去定義的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free energy寫下來 然後free energy寫下來之後 通常我們直接可以用scaling的 那個property就可以知道它是怎麼變化 所以我們把free energy寫下來 然後再用scaling的那個property 就可以把剩下的critical exponent得到了 那我們現在free energy 那基本上這個fest transition就是一個signature of這個singularity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些power low divergent behavior 就是從free energy的singularity 那free energy的定義就是minus log z 所以這個就是density 然後在這邊我們有 它肯定是這個溫度的纏數 那溫度對應到就是我們的r 對吧 因為就像我們一開始icin的話 就定義到我們的podratic turn的couplein 然後你可以想像在我們情況這個tc 就是我們定義r d點tc是正乎一樣 所以r是正的代表t大於tc r是負代表b小的tc 這個在這裡 可以提醒 那我們知道這個東西是怎樣 因為volume是一個s的 我們做rg的一個前面的s字 告訴我們把rgrescaling 所以它肯定是volume的不低次方 volume是它的b次方 然後正下來就是把它寫下來 t是這樣scaling t對那就是r0 對吧 t在那個bipode theory 就是r0 r0是h0rescaling 所以我們就把pd scale改掉 我們這樣基本上 free energy and scaling analysis 我們用scaling analysis 把critical exponent得出來 然後這個scaling 我們都從之前做rg得到的 所以我們只是把free energy 然後對應到的coupling constant scaling把它寫成free energy bond 然後去做scaling analysis 然後h就是linear 像我們知道它是怎樣scaling 然後interaction 像我們知道它是怎樣scaling 好 那free energy知道的話 我們首先 當然這個東西就是t小於0 t小於0 t小於0 t小於0就是r小於0 那這個東西就是有face transition 就是face transition 照之前的那個單道的sleeve theory 然後我們從這個bipode energy 我們要得到其他 我們先從這個bipode energy 我們先從這個bipode energy 我們今次看這個bipode energy 對我們是這個bipode energy 然後我們定義的話 這邊我們定義的話 說這個bipode energy 就是這個bipode energy 以引擎density 說是這個bipode energy 我們先從bipode energy 然後是從bipode energy 然後我們是從bipode energy 去把bipode energy 因為bipode energy 就是bipode energy 分明可以使用bipode energy 所以我們先從bipode energy 把bipto energy 我們是從bipode energy bipansen Meganization是這個free energy density對外場的一界圍分 我們知道它對外場會怎樣變化 所以把這個外場圍分出來的這個b-b又跑出來了 所以這個poto會等於b的b-2b的 這東西就寄出去了b-2b 然後這個是定義dantage density 這是它的functional form 然後這個是ts的原因 vu這個四節的意思 我們把這個取代理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可以想像就是說 我們希望在approach這個transition point的話 你希望這個東西這個s乘t 它是一個older1的number 就是希望某一個parameter基本上已經到那個critical point 它不太變了,它是一個order 1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定義這個,假設這個東西就定義是order 1的東西 然後我們看看其他scaling怎麼隨機點 我們可以這麼想 Approaching critical point 這個東西 becomeorder 1 我們就把t1的吧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s拿represent by t 這是一個s的作法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s把它寫成q 就是t5的full over t 然後我們把這邊把它寫進去 然後這個s打起成t的full over 文字形式把它寫進去 然後剩下這個 這個是mechanization 然後t的 所以scaling analysis就是說 我想要知道這個東西怎麼樣隨著它那個vanish 對應到的critical response 馬上都可以讀出來 對吧 這個toposcaling analysis就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對應到的beta就會等於 這個東西的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然後 這個servability 那開尾也是同樣的做法 那開的定義是h 那我們從這邊 這邊還沒帶0的時候再把它尾出來 就是這個東西掉兩次出來 掉兩次出來的話 t就不見了 然後h代理 所以這個東西它是t servability 然後是du x的四分之一 那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基金critical points的話 你要是用這個東西等於order1 然後再把servability 這個重新present t的話 就等於t的故意四方 所以我們知道 對應到的是這個東西 critical exponents 剛剛馬上就等了 然後剩下還有 哪個man 就是specific hit 是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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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會得到s的兩次微分 然後兩次所以是4-b 然後這邊是c r v s的地方 hs的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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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这东西处理负二分之一就是二减二减几乎以二 所以这些critical exponents得到 但我还有一个critical exponents没有写真意 就是说这个mechanization随着温度会慢慢趋近于这个是得到β 还有mechanization随着外加磁场变点 是另外一个critical exponents 就是说我还有另外一个critical exponents 就是说我还有另外一个critical exponents 看它是怎么随h变化 所以我还要再来一个critical exponents 所以我还要再来一个critical exponents 所以我还要再来一个critical exponents 所以我还要去理解它怎么随h变化 对吧 我们要把它representh变化 所以我基本上在这边要做一个手脚就是要让h变化1 所以基本上这边要重新写一下 就是把它写成hs的1加上d除以2 反正就是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我们想要算那些critical exponents 然后我们用scaling analysis的方法去得到这个critical exponents scaling analysis就是希望说你所有的东西是满足某一个 可以represent by某一个parameter 然后你想要知道这个parameter怎么scale去影响你的值 然后就是这个基本的假设计就可以把exponent称到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概念 也就是说你想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样发散 所以你要备用这个方法去 就是把这个东西represent成某一个h 或者某个t就可以把这个exponent写出来 然后假设这个东西在接近critical points的话 对应到的这个参数是一个order1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把srepresent成新的参数 它跟你同一样 Anyway 你把这个写到order1的话 你可以把srepresent by h 你就是说明明这个是order1 然后就可以把srepresent成h 然后你这边就可以得到这个 然后这个对应到了f的一些order1 然后我们给大家写 Scaling analysis基本上是非常研究prefer exponent 这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得到的 那我们是rely on 这些东西都是会有power law like的这种bar上的就是finish的条件 所以你可以把这些function写得比较简单 就是说假设没有这个条件 你能不能这么做 就它有可能不是power law 对 但是不是power law的face transition 我们不会做 对吧 我们通常研究face transition 都是power law decay power law power law 因为这个power law 最简单就是说 不管怎样power law 是告诉你这个东西是scale invariant 对吧 correlation times of scale invariant 所以某一种程度 是在scale invariant系统下 或者这边是parameter reparameterization的问题下 有某一种rescaling的问题 这都是一个rescaling 你希望这个东西有scaling invariant 它可以把对你的exponent 对吧 这样的话 你第二个方便可以得到 就是这个deltaexponent 可以得到 对 对 就是这个deltaexponent 可以得到 对 对 那我们就可以比较 我们大家在以前学过 南倒face transition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比对 我们这个 在 所以我们这件事情只是说 我们首先这个东西 是做rg出来的 就是scaling of the parameter 但是剩下的东西 我们是做scaling of the parameter 但是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作为基础去说这个东西 是five goal theory rg approach 得到的critical risk 然后我们跟南倒数比较 对 我们可以把列拼一个表 alpha beta cama beta 然后我们当然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数字去算critical exponent 给定一个five goal theory 像你说的放在latty的上面 然后我可以去调所有的参数 我可以算 这些observable 看它怎么发散 看它是怎样 我可以说 datacollapse 这边是非常有趣的物理 就是说这些东西都可以说 get data collapsing 你可以算很多observable 给你不同的 就approach 在非常接近critical exponent的话 我算的东西都会要玩 你这样的分 所以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 给定稍微不一样 你又得到一个新的line 但这个新的line 再继续rescale 没有把一个值的时候 它应该全部都长成一样的 它会赖在同一条 curve上 就是scale analysis 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 numerical 做这个 simulation 那实验上 他们的确是做这样的 simulation 比如说两超导 或者什么的 比如说可以两超导的gap 然后在很接近tc下 在超导的gap 怎么样 approach 在趋近tc 你每次都可以 给定不同的点 你可以把这个点 collect成一个curve 假设你还有额外的程度 可以去tel 这个 你会发现所有的curve 都会line 在同一个point上 就是 研究firsttransition 以前很厉害的地方 anyway 我还没法再做完 但是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 punction 然后这个东西是 Line down phasetransition alpha是代表说 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alpha是cv cv cv有个champ 然后 这边我们得到 4-b 除以2 然后这边是1 2分之1 这边是d-2 这边是1 2分之1 然后 1 这边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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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是3 然后 第二它是d 加上2 所以d-2 这边是2分之1 2分之1 你发现d等于4的话 除了这个jump以外 其他都是一样的 然后 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告诉你说 在d大于4的话 你理论上 你会得到一样解 原因是因为 看起来好像是不一样 但是你要 还有一个东西 你要worry 就是说这个东西 可能还有 这个可能不是一个 一个 简单的function 这个可能有 of divergence 你再把of divergence 放进去的话 你就会可以restore 所以 面对有在d大于4 还是非常准备的 你说实际上 nmd大于4 不然nmd大于4的词帖 先取加 但洪雪晴老师 我全身的跟他聊天 他们常在做fetch transition的问题 因为他们是两个x1 x1绕色的问题 或者是同步光源的问题 同步光源的问题 同步光源的问题是看金格的 diffraction pattern 有一个pink 他们可以加温这个材料 看这个pink怎么被distorted 这是一个fetch transition的问题 它就可以把所有exponent 哦 它只能算beta而已 因为这个对应到 就是order parameter 怎么被key 随着你变文 对应到就是diffraction pattern 怎么弄到的图件 所以它可以把beta讲得很准 它可以把beta讲得很准 很不幸的它的beta算出来 几乎都是二分之一的情况 就是说都是md 因为这个东西是order disorder fashion 爱情是一样的问题 没有意外 没有意外 没有心物理 他有心物理 他有心物理 但是他说他只跟我讲 所以我本来跟你们讲 但是他那个有点复杂 我不是很清楚 Anyway 我们休息一会儿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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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Lardinger Wire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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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dinger Wire 的Client Factor 他那 因为他 他 在战车前跟在战车后 那个 那个 好啊 这是非常好玩的问题 因为 大家做Lardinger Wire A Couple Lardinger Wire 的人 很少人把 Client Factor放进去 哈哈哈哈哈哈 那还是不玩那些设计吗 那只有Fore什么的意思 哈哈哈 但是他们 他们 但是他们 他们 嗯 但是 不管怎样 他们还是 somehow 可以 somehow reproduce fractional 放进后的物理 这是他们最大的 motivation 所以Client Factor 他们就 somehow 把它抹掉 Lardinger Wire 有时间上的推移 你实际上 当然可以做很多Wire 然后想办法让它couple 但是 我们 知道Charlie Kane 那个 Jeffery Till他们的motivation 是 想要用 想要有一些 microscopic的一些 图像 或者是有一些control 怎么把Wire coupling 去把他们想要的 fractional quantum hold 的state 找出来 他们的motivation 就是说 正常来讲 fractional quantum hold 的处理方法 要么就是完全数学 数学处理 就是说完全从 代数的角度去处理 这些annual 什么breading 然后所有这些问题 要么就是从一个 常论去处理 对吧 要么就是从 从数值去处理 假设这个东西 就是有cooler interaction 一个2-tech的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 假设 假设放20个particle 在里面有cooler interaction 然后把20个particle 的ground state 找出来 我把其中一颗拿掉 变成19个particle 之类的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 再重新equilibrate 然后再看一下 它有没有什么奇怪的excitation 对 这个东西都是他们正常来 抽一块 fractional quantum hold的方法 所以找到其他的approach 去construct fractional quantum hold 然后又有办法去control的 非常少 那个couple-la-dinger wire 是其中一个方法 因为它可以 想办法去知道怎么样 去design 它couple-la-dinger的问题 但你说realization 那是另外一个motivation 冷原子他们应该可以realize 因为大家都觉得 冷原子什么都可以realize 所以我可以想象 冷原子它就做很多 一维的 the fermionic atom chain with well-designed 它可以控制每一条layer怎么样 它可以打 什么I light 什么resonance 然后它可以精准调控哪一个 首先可以调控出这couple-la-dinger wire 然后就可以realize这些事情 就是suppose suppose当然可以这么说 但是in reality我不知道 我觉得马克兰的忽略掉 完全就不一样 它不一样的sector 的东西 为什么可以互相干 是不是 对 对 这是一个 所以你realization 还有 它就是它本来 其实是复在 很多个不同的 那样子的叠加 所以 一点点 其实不会 对 但是 但这个justify 有很多种justify 就是说 那如果电子就跳来跳去的话 它 有一点温度的话 其实 每一条 wire上面的粒子 就不会是一个 固定的 在一个小范围的 那这样的话 如果possum 有点很大的 然后 里面这样 早上一分钟就一定 对 但是我理解是做 couple wire construction 没有太去理会这件事情 但是我理解是做 couple wire construction 没有太去理会这件事情 这是standard的approach 那就像你说 这个justify 中边的布图东西就臭掉 然后写结果 然后结论就会臭 不知道 但我觉得这个approach 还是 就是说它肯定有一些漏洞 但漏洞 譬如说你想要把它补起来 你们把它补起来 这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大部分的人 没有想要把它补起来 表示说这个东西 还可以把它补好 补好一点 就是说这个东西的room很大 还有就是这个bulk的hamitonia 它还是有一个场 就是本来是 那边是有gap 有一个场是有gap 有一个场是没有gap 对 就是partial gap 对 partial gap 这个power wire就是想要partial gap 这个问题 但是反过来说 就是说我们处理这个power wire construction 这个是有很多motivation的 它有另外一个motivation是 有一个东西叫做kmatrixformalism 那kmatrixformalism的话 基本上就是想要把一个全塞门 写成很多个全塞门 然后很多个全塞门可以 就是说A比A 但是A下面又有另外一个label 然后你可以把A比A写成某个matrixformal 然后你可以把它写成对应到有一个h的开入 一个开入的 fermion的 theory 那这个h开入 fermion可以有很多不同的channel index 然后这个channel index 你可以把它也发现了某一个kmatrix的formalism 就是你有很多 你不是全部都是往右跑 也不是全部都往左跑 有些往右跑的会跟另外一个scalering gap掉 有些不会这样 所以它underline是 譬如说这个 我觉得它就可以quick up某一个fractional charge excitation 是h theory这样 让你把很多个boundary的东西 写下来的时候 这叫做kmatrixformalism 所以这个东西就好像 就像拉丁J-wide construction 你要怎么把remaining的外面 把某些东西gap掉 留下一个不gap的degress of freedom 所以这个变相是 他们也是borrow这个transignments的idea来的 只是他们希望reconstruct balk的physics 他必须要把wide再放进来 他们希望这个balkphysics是有趣的 那回到你的问题 balkphysics有什么东西是有趣的 因为我们kabble 拉丁J-wide都是这样kabble 对吧 比如说他们会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这边可能 我忘记我是怎么样kabble 但是你可以一个很奇怪的这样kabble 但是这边你可以做一个奇怪 另外一个奇怪的kabble 让这条wide中间有一个degress 在balk里面的wide有一个degress balk里面外有一个degress signature是什么 signature就是相当于fractional 放了liquid的里面 磨一个quasi-hull 或者quasi-particle 或者annual 你可以这么想 但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构组磨一个annual 当然你还是question 他的client factor到底会不会影响他的trivation 但是他们这个是一个motivation 他们可以cook up一个手动的方法 cook up一个annual 在这边 然后他们可以用这个去做 可以去做像f-symbol的一些问题 可是这种 也不完全是连续供电 你看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还是离散的 对 这个方向离散 他们当然说这个东西可以加superconducting gap 所以他可以 假设他可以手中去听这个superconducting gap 他至少可以在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的话 要想一想 这个方向有没有忘记了 这个方向我不知道 我就是说这个东西肯定有办法去design 我可以做一个奇怪的design 我可以做两层 然后让这层往下跑 类似这样 我可以做两层 我在哪一支文章上看到 就是有人做了一个交叉 对 反正这个东西变成是非常engineered design 就是说你只要有engineer的心理 要做projecting是没有问题的 物理现象学工程 对 物理现象学工程 但是我们用数学的方法做 对 我没办法做 我不知道怎么做device 但是我可以 只要你能够解决问题 我问你方法 我可以想办法去design 让它移动 对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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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